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美食阿姨 期待已久的出國 要出發了 這次要來到熱情的沖繩去玩 入住不同的泳食飯店 吃特色美食 就讓我們一起出發吧 GO 快到沖繩了 隔了三年 再度踏上日本的土地 入住那霸山水酒店 換你入住的酒店大廳 需要備品或是財包可以自己取用 因為重點是樓上的泳池 所以就出最簡單的雙床房 空間不大 不過氣氛還蠻溫馨的 舒適的兩小床 躺上床就可以立刻開電視機 入度假模式 旁邊就是mini bar 一般房就有膠囊咖啡還不錯 接下來看看浴室 浴室還蠻有日式氣氛的 一進來是 廁所和洗手台 日本飯店必備的棉芝麻頭 浴室是獨立隔間的 日式澡堂淋浴間 可以坐著洗澡 重點放空泡澡的浴缸 麻雀水小五丈巨圈 這個飯店還可以泡湯 入住又是這種泡湯卷 你可以拿去一樓使用 不過它這個溫泉是裸湯 所以就等你自己來體驗了 來到最期待的無邊際泳池 位於14樓居高零下 可以一次飽覽國地海景 太美了 比較淺的兒童池 有個綠麗泳池 前面是一材透明的設計 旁邊還有一個SPA池 這個呢 可以溫暖一下 懷念沖繩的大海 不用跑遠 坡上宮旁邊 就有一個超美的坡上宮的沙灘 可以盡情奔跑 海水超清澈的 順著橋一路往上 就可以拍到坡上宮最美的角度 感謝主 今天給我們超胖的好天氣 對嘛 玩紀念館 晚餐來吃老店八八牛排 風盛好菜 開胃墨西哥餅 如果你怕牛肉會半爽的話 不習慣也可以吃牛肉咖哩 超大的 重點的嫩腰牛排 點牛排的話就有附飯 沙拉 炭湯 酥脂牛排 切下去就可以感受它的嫩度 很多T喔 還有牛肉很甜 飯店的早餐餐廳 來喬喬有哪些好菜的 健康沙拉 日式冷盤置物 各式海鮮 多種炊飯 特色鹹食 肥美的牛肉 健康燙野菜 風神火鍋 還有麵包還有可愛的小甜甜圈 健康優格還有多種甜點 清涼果汁 早上就可以好勝喝到飽 幸福好菜上桌 三水酒店的早餐那比較偏 傳統的沖繩風味 當地農產只送的新鮮沙拉 吃以DIY的肥美海鮮豆 在下生日店想吃多少自己煎 熱食節非常的值得意 切到雞翅 牛肉 還有魚肉 溫暖的沖繩火鍋 也沒有加入豬肉片 還有咕咕 幸福甜點也很多 再來一個可愛甜甜圈 比較特別的是 早餐就可以泡盛喝到了 現在泡盛是30度 酒精濃度還蠻高的 記得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飯店就在木製站的旁邊 沖繩義織台飯店 充滿度假氣氛的期待大廳 義織台入住時間是3點 不過他今天是12點多 另外我們這邊住了大家分 住的是最簡單的雙床房 舒適的兩小窗 他的地板是有點類似榻榻米的材質 採起來蠻舒服的 窗外可以飽覽繁華城市 底下就是飯店重點的泳池和溫泉 米白就是杯子 底下還有一個小冰箱 裡面有準備 瓶裝水 他的餐廳還有提供飲料喝到飽 你需要飲料的話 直接去他的餐廳享用 浴室配色也很舒服 該有的都沒燒 飯店有大眾溫泉 所以房間就只有淫浴街 餐廳位於二樓 一直才很不錯的地方就是吃點 我們開始就提供飲料罷唱禮 果汁咖啡和熱茶 夢幻的蝶豆華飲料 而且他飲料不只有一般的飲料 還有泡舍 Boring 聖筆酒都全部喝到飽 超讚的 還有沖繩有名的Bruce Hill冰淇淋 讓你一來就可以來個開心的下午茶 最期待的泳池 他泳池不大 有小朋友很喜歡的溜滑梯 後面是溫泉大眾湯 這裡是可以泡湯的喔 可以泡很特別的黃心湯 來吃個沖繩麵 看起來好溫暖啊 又有人三層了喔 我想拿個軟骨麵也沒問題 麵條是店家致吃的 來試吃串燒吃到飽 我中國人菜燈 直接用平板點餐 滿滿好菜 台北微薰沙瓦 我點的是蜜桃口味的 酒香還蠻濃的喔 海沙沙拉 綜合串燒 如果都想吃的話 就直接點這個 就最方便 鹽烤秋葵豬五花 山葵雞肉 又有人的烤肉 香酥雞軟骨 自家製肉丸 烤魚也是吃到飽 有披薩可以點 還有又人了 八點半還有公益 废的拉麵 有些小夜市 會整拉麵 味道還蠻香的 麵條有算吃 熱騰騰的很溫暖 睡飽飽起床 要準備去二樓餐廳吃早餐了 健康沙拉 普世麵包可壽 沖繩的海菜 花生豆腐 鹽沃壽司都有 日式炒麵 誘人炸物 健康的煮肉 DIY卡可餅 水果優格 硬服甜點還吃得到 提安尼酥 即DIY可麗餅 早餐還是有 泡盛 啤酒喝到飽 這台菜色阿香糖有成果 這杯茶的豐盛 生菜沙拉之外 竟然還吃了一道烏肉壽司 太豪華了 有鮭魚 有魚花枝和蝦蝦 鹹食的部分也非常多 可以吃到日式炒麵 炸長羊雞 魚肉片 甜點肉 沖繩風的紅豆湯 蛋糕皮拉米薯 給你們滿滿的力 從赤嶺站在轉接 風車 今天入住了在長島溫泉飯店 旁邊有個小城舍 吃冰櫃檯 海景咖啡廳 美心上無敵海景 飯店裡面有自己的溫泉 神龍之湯 海景無邊際泳池 泰泳池三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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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景起飛了 客房樓成洲沉穩風格 因為日比 貶值 我們在這訂了很豪華的房型 超大的 有一個合適的客廳 可以在這邊翻滾 就是每個房間都可以欣賞無敵海景 還有設計陽台 讓你可以坐在這邊欣賞海景 然後準備迎賓小點心 沖繩黑糖 紅玉小餅乾 旁邊有一個梳妝台 晚上我可以在這邊打電腦 浴室也是這個房間的重點 除了很有質感的洗手間之外 乾濕分離的淋浴間 有需要的話也可以坐著洗澡 繼續往前 就是這個房間的重點 大手筆定了 自然露天風呂的房型 在房間就有享受寮玉溫泉 而且它的這個湯匙超有Q的 是用一個超大桃子之稱 可以泡大概給新嫂沖後來的海景 也太放空了吧 溫泉的水量非常充沛 溫泉水蠻燙的 有點黃色然後偏乳白色的泉脂 如果你想泡熱的話可以先裝水 把醬味以後再來泡原湯 泡起來身心舒暢 超舒服的 絕美的小希臘 溫暖的豬湯 有貓咪 性曠神怡 早上有設計很多 特色餐廳 想吃蔥神怜 大漢堡 可愛的甜點泡芙店 每一間都可以欣賞無敵海景 還是有名的幸福松餅 等了好久終於等到了 幸福松餅 甜的我們點的是期間限定的 有加抹茶 旁邊好像是橘子 比較清爽的風味 手柄一切就可以感受它的柔軟 你不是甜的話它是有鹹的 搭配的是誘人公母蛋 公母蛋氣質超多的誘人 做外面的話還有夢幻海景相伴 幸福 晚晚的小希臘不同的氣氛 吃個泛爛漢堡 泛爛注意 幸福漢堡 料滿滿 真的是好料飯飯啊 如果想要健康一下的話可以選這個 酪梨漢堡 大塊酪梨 你吃吧 今天還有一個類似 厚培根的三層肉很特別 你吃漢堡 別欣賞吃啊 好愜意 再來一趟啊 溫泉飯店的第二天 現在準備去一樓餐廳吃早餐了 想用早餐的豐田餐廳 日出的飲料瓣 牛奶 番茄汁 咖啡 熱茶 早餐是採套餐的形式 擺盤超美的 好多層 第二層 第一 還有第三層 傳統日式溫泉飯店的風 底下那一層人 應該是沖繩的阿虎豬 中間那一層是天婦羅 最上面這一層有生魚夜 溫暖熱中還有甜點 上一層有海葡萄 鮭魚 還有豬肉小火鍋